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週末版政治到了 我是許桂牙 我們來看中日選區 在這麼樣激烈的選情之下 嚴家的爭議 他如果是沒說給情測 真的能夠投過生就過嗎 我們看嚴寬恆 他在殺戮的莊園 我們現在用莊園來形容 我們來檢驗一下 當具體的這些指控 一一浮現之後 包括涉嫌違建的問題 包括還有佔用國有地的問題 嚴寬恆對外的解釋 其實從開始到後面幾天之間 也出現了一些轉折 一開始嚴寬恆 他感覺上是先發制人 他就嗆爆料的卓冠婷說 你把這些指控給我吞回去 然後他說自己是合法成諸 昨天又嗆說 如果我有不法的話 那卓冠婷你在當新聞局長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是不查處 你是不是就叫做行政怠惰呢 你給他看這是什麼情形 做壞事的人 快點這樣壞情情 你一陣子怎麼沒抓到 我來做壞事呢 你能夠想像是這樣的人 要出來角逐參選國會的議員嗎 再來我們來看的是 國民黨在公投慘敗之後 中二選區的選舉 藍營究竟要如何搶救寬恆大兵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呢 他一通電話 聽說他每天都卡 他說他已經請台中市長 盧秀燕要來幫忙了 不過明明我們看昨天有一場活動 盧秀燕跟顏寬恆是同框的 可是這兩個人的互動究竟是怎麼樣 能不能夠感覺到藍營是全黨在相助呢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說湯北來說實在的 在地是嚴加大於國民黨 國民黨在中二選區 能幫得上什麼樣的忙 還有最後我們來看的是 韓國瑜在此時此刻 他付出他的角色是什麼 如何攪動藍營的一池春水 今天我們開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民進黨的 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桂陽好 大家好 歡迎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韶老師 桂陽好 大家晚安 歡迎的是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 黃敬平 桂陽大家平安 以及政治評論員溫朗東 大家好 還有林靜怡後援會的執行長曾薇 桂陽姐好 大家好 稍後還有民進黨的台中市議員 周永宏會加入討論 我們先來看 我們來追蹤 岩寬恆他的豪宅庄園 除了疑似違建的部分 還有有一些土地 他是涉嫌被踢爆 叫做占用保護區的國有地 這片土地最早是在民國102年 也就是2013年的時候 有一位林先生 林靜甫先生 他向國產署簽了約 他申請說 我這是為了要綠美化 結果呢 結果是什麼樣 最後變成了豪宅設施的一部分 我們先一起來看 岩寬恆的三路裡豪宅 歐式建築佔地一千兩百五十坪 不但被爆料一度佔據 國有地建物還持續警化 立委館碧林曝光衛星影像紀錄 2012年岩家沙路豪宅主建物施工 旁邊開設工程變道 部分就是國有地範圍 2013年主建物完工 國有地區域的變道出現了植栽 2014年岩家打造回轉車道 像是連接到地下停車場 之後順著回轉車道 岩家把國有地工程變道 蓋成了正式車道 2017年8月時 更出現現在看到的出入口和錦衛亭 直接把國有地納成四家豪宅使用 之前在申請建築使造的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你要蓋房子 那你的卡路不好 那你可以找一條變道是可以申請的 建築的這個時間點可以使用 達到使用執照之後 你的變道就要恢復原狀 不但當時的變道沒有恢復 反而還把它做得更漂亮 明顯的就是先佔用再承株 諷刺的是被岩家振用的國有地 標租公告照片 就能看到精心打造的造景 連休閒座椅都是設置在國有地上 保護區的核傳地 如何變成從樹林變成變道 涼亭最後變成岩寬恆他家的停輪跟車道 全國人民都在看 吳秀燕市長 不要再讓岩寬恆效果行政態度了好嗎 山路裡豪宅不只豪宅主體 還有內部的方形建築物 更包括了圍牆大門和警衛亭 都成為都發局釐清的項目 將進行最多14天的違建查報作業 最遲1月6號就有結果 而1月9號補選在籍 岩家的豪宅是否違建 先佔後租國有地的真相 選擇單位有必要說清楚 主要的正義就是兩個 一個是他是違建 涉嫌違建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漲高 從四層樓變成六層樓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他是涉嫌佔用國有地的部分 我們看卓冠廷其實針對這個部分 一開始爆料的人 特別去爬梳的就是他 後來他也發了好幾篇的文 我們來看這一篇 卓冠廷說 冠廷會秉持著柯南的精神 一直的查下去 他發現說這一個豪宅的部分 主建築物在這邊 他為什麼會奇怪 你的已經使用執照申請好了 已經可以開始住了 你為什麼還在做二次施工 他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長高了 還有他發現說 這裡有一個很隱密的 說很像是地下碉堡 或是保護區的地 可是弄了一個地下車道 還有這邊還有一棟 這樣看是因為他是從高空拍下去 如果你從側面去看 他又是另外一處的建築物 以及還可以看得到 這裡有一個保護區的小國嶺 除了這個門口的部分 有大門 也有警衛室 小國嶺的部分 我們再進一步來看 就是在這裡草皮看得很清楚 在這邊推桿也是沒有問題的 來 朗東 可是我請教的一個部分 是當陸陸續續有這些圖出來 包括管閉林委員 他也出示一些衛星空照圖的時候 顏寬恆的幕僚說什麼 他說其實不管是管閉林 不管是這個卓冠亭 他們提供的東西都很像 都很雷同 所以按照這個衛星影像 胡亂指控沒有證據的 你怎麼樣來看 這證據非常的確實 而且這對於我們的法制 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顏寬恆他們整個家族 現在做的是一個明顯的犯罪行為 財政部這個國有財產署 他們很明確地去講 你佔據國有土地是竊佔罪 在刑法第三百二十條裡面 五年以下有歧途刑 其實在過去的一些法院判決裡面 也有相關的一些判案 有人佔據了一點八坪的一個土地 在那種山區郊區 結果就被判拘一三十天 一點八坪就三十天 那這個是三百五十坪的這個地 那其實他這個消息出來 很多無殼蝸牛都很羨慕 甚至很多在繳房帶人 都覺得自己很冤枉 為什麼 那麼辛苦買房子幹什麼 我們就去找一塊國有地 現在上面蓋一看 你要蓋鐵皮屋 小木屋還是什麼屋 蓋下去之後 再去跟國有財產署去申請承租 國有財產署就把它就地合法 用非常便宜的租金租給你 但是大家不要再做夢 這些小老百姓是不可能會有 這樣的一個特權 就只有前立委 顏寬恆 然後顏清彪他們一家人 有機會像這樣特權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這個所謂的衛星圖 他揭露了什麼樣的一個事實 這個是管併立委他去查的這個衛星圖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說 這邊這一塊 這邊這一塊 都是這個國有地 也就是這個地方 在當初二零一二年十月的時候 他已經把他這個整地整好了 你就會看到說這一塊很明顯的 是一個完整的區塊 意思是什麼 在一開始他的建築規劃當中 他什麼綠美化不是會租了這個六年嗎 那全部都是混的 那他其實這綠美化的目的 就是幫他這個所謂的砂龍莊園 因為在砂路跟龍井之間 就叫砂龍岩室莊園的一些零英大道 去做綠美化 而不是為了社會大眾去做這些樹 好 所以他事實上竊佔的日期 這國有財源園圖到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的時候才發現是說 這塊地被竊佔了 大家可以看到說二零一七年八月的時候 衛星雲圖顯示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這個小國嶺 據稱顏寬很喜歡打一下那個高爾夫球 所以就可以在這邊練球 那你要練球是你家的事啦 那你不要竊佔國有地 不要竊佔人民的一個資產嘛 然後接下來靜下來這邊 剛剛提到說這邊有個白色的是什麼呢 白色這個在一般建築學上面來說 為什麼會蓋這個他其實就是私人的一個招待所 一些比較沒有那麼熟的朋友 他不會進到更裡面六層樓 這個原本在建造的時候是四層樓 現在就違建到六層樓的一個這個別墅豪宅 沒有那麼熟的朋友要唱歌喝酒喝茶 就是去這個白色這個地方 更熟的家人才會進到這個違建六層樓這邊 那這個本身白色的地方 他也是目前來講話 也沒有搞到任何證照 很可能他也是一個違建 那我們來看這個地幕的部分 四三三之六 就是這邊這一塊 一個斜長狹長情的這個地方 他直接銷到我們剛剛在一些影像畫面中 看到很豪華的這個大門 跟那個林英大道 那這一塊地為什麼對人家來講 他必須要去偷國家的這個資產呢 因為第一沒有這塊地的話 他整個地方會變成凹向斜進去 斜進去的結果是他對於連外道路非常遠 那他後面就是旁邊的別的這個建商的案子 這個透天 可是不衝突他可以把他那個庭院 國嶺的部分變成車道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做不出林英大道 林英大道很重要 那就表示是說他到底是不是很氣派 是不是莊園的主人 莊園沒有林英大道還像畫嗎 所以說他還必須要用竊佔國有地的方式 去蓋出這一排的樹跟林英大道來 要不然的話 他的入口處可能就會改成在中間這裡 他是沒有辦法會有一個迎賓樹 去歡迎他的回家了 那為了他這樣這一種非常無聊的一個幻想 跟他的隱私性 你可以看到是說 我們看到林英大道是怎麼蓋成的 這個在Google上面都可以找到公開資料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的時候 從西側往東側去看 就是他這一塊 這一塊地 是完全是一塊空地荒地 然後也沒有蓋 好 那二零一一二年三月的時候 這邊已經開始種植這些樹 這些樹不確定 有可能是嚴加的人 已經開始種一些很貴的松柏在這邊 那這個地方就是國有地 種樹的地方就是國有地 四三三之六 為什麼要種這些樹 我們從二零一二年 再看到二零二年十月最新的就知道了 一整排樹都種得滿滿的 那什麼意思 他的隱私性產生了 如果說他沒有竊佔國有地的話 這些樹都種不了 結果他是利用他的家族 這個在政治上的權利 立委上面的一個職權 包含去吃的國有材質豆腐 用這個方式去租 然後租的這個金額 標價這個在今年簽約的時候 已經到四月第五月初了 還給他簽了整個存立金 二十三萬六千六百八十八元 六六八八 非常吉祥的這個數字 那也跟他過去在這個 殺戮他們的服務處的法派屋 一樣沒有別人去標 就他老婆 陳希臨去標 那剛剛講到的那個林靜甫 也是院裡營造負責人 院裡營造的這個前任 一個負責人 何敏南就是太陽電子遊戲廠的負責人 那太陽電子遊戲廠 之前就講到說裡面就很多電子遊戲幹嘛 所以你把這些串在一起 就是說他派 首先先派自己的手下 這個林靜甫 先假裝要綠美化 用這個方式 已經開始佔據這個地 後來被國際財產組發現了之後的話 他臉皮也非常厚也沒差 就找他老婆負責去標這個地 畢業標下來之後 權利金二十三萬六千六百八十八元 再賬每年大概一萬多塊錢的租金 每年一萬多塊一個月 三百五十坪的地 整個警衛室 跟了這樣的一個大道 一年一萬塊錢 非常誇張 非常離譜 那這樣子就租給他了 然後接下來他本身透天四層樓桿 六層樓的部分建造是岩寬樓的 土地是他老婆的 那這一連串看下來是說 我認為說整個國際財產組 包含是說上面的一個違建 必須要去處理 也是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跟國際財產組 要聯手一起針對這種違法亂記的行為 進行到追查到底 在追查之前 我們看看 董蘇林他的台頭是什麼 來 我們來看 我們找出來 其實最早之前 當當地的騎勞 陳希勳大哥 他有提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在說 他們家你看 他有講一個說 他其實不是住在七崎 不是住在沙路 是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他的確是在交界處 我本來以為 陳希勳以為是說 是在龍井 其實地號來講 其實是跟沙路是有關係的 他說他有一處是上千坪的豪宅 裡面那個植栽 都非常的高貴 那時候我們看 就是他的發言人出場的那一天 十一月十八號 顏寡人說什麼 他說 反正我那個沙路 山路裡的這個住家 他的土地就是一百二十八坪而已 是我們一百零二年就已經取得了使用執照 土地的所有全人 就是我叫我太太 不是什麼上千坪 他沒有講清楚的事 後來被卓冠廷給爬梳出來了 他說對啊 你的確這土地 所有全人顏寡恆 豪宅的四層樓的建物 然後另外還有一塊土地 你太太 但是其他你知道 前面不是有一塊 剛剛朗通講的說 疑似就是蓋上來 可能是招待所的那個部分 就是地號四九零號 顏家男子 顏家男子 還有一個四九一的這個土地 他沒有公情撤施 對啊 我們整個家族的地是大片的 那後來陸陸續續有更多的資料之後 顏寡人說什麼 他說空穴來風 這種不當的指控 我是沒有辦法回應的 卓冠廷 你再認真的去做一點功課 提出正確的資訊 你才來騙我講 下午的時候 他說 這樣的不實爆料 卓冠廷你把它吞回去 什麼叫做侵占國有地 我是合法承諸 只要有申請 都可以有資格來承諸 你不要亂講話 你如果要爆料的話 也要引述正確的資料 可是你來看 後來 我們來看昨天的一場 顏寡人說什麼 違建不是我說了算 也不是你卓冠廷說了算 他說卓冠廷以前是新聞局長 是林佳龍是前市長 當時你怎麼不要查 你怎麼不要處理 現在你才要烏龍指控 如果我真的是違建的話 不就證明當時有行政怠惰嗎 來我先請教育小老師怎麼樣來看 對這種說法 我覺得真的是莫名其妙 如果有人逃漏稅或是闖紅燈 在之前沒被舉發或是警察沒抓到 或是稅務人員基本上在擺盲之際 沒有發現你逃稅或是避稅或是結稅之時 你現在正正有時說這是行政怠惰 還說如果我真是違建的話 走著瞧 怎麼會有這種倒果圍營的人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今天來上節目之前 我家前面有一塊國防部的保留地 就國有地 我心中就略過了一些想法 如果我朝中有人 如果我有個有錢的老爸 如果減蘇培議員願意幫我配合 如果我有的後啊剛好開 營建公司好啊 如果我有個配合度很高的老婆 那太好了 我就會偷偷去搶履豪多 先戰先贏 良心發現之後 請上天來懲罰我 我繼續租二十年 每年只要繳一萬塊的這個租金 可惜前面的這一些 我連一個老婆都沒有 更不要說我好啊 減蘇培也不會配合我 因為我們大衛山區的議員 我可以配合你 但我沒有辦法達成這樣子的目標 沒錯 我也沒有好啊 所以說這些要件才會構成呢 剛才朗東左說的 把這三塊地 哇 全臺灣人最近真的很麻煩 對地目的這個數字要特別敏感 之前是八一七啊 這幾天是什麼 四九四四九零四三三十六啊 我覺得其實我教一下 我來教你 我來教你 像是要拚白嗎 對啊 拚白機是不是 還是說要報這個六合彩 其實很重要的地方是 嚴家 嚴寬恆跟他的發言人 要怎麼說清楚 講明白 你要自清嘛 對不對 當大家拿出客觀證據 類似用數學的十分逼近法 快要把真相拼奏出來的時候 你還在那邊顧左右嚴他 你要如何自清呢 其實很簡單 有關於四九四啊 這個四樓變六樓 這個是有建照跟死照的嘛 你就把原始的建照死照 拿出來跟現在啊 來做比對嘛 如果呢 分毫未差 基本上大家誣賴你 那基本上這個 就還可以還他清白 對不對 就還他清白了 同樣的這是四九四 那四九零 大家查說這個沒有建照嘛 也沒有死照嘛 結果你忽然從口袋 丟出來 酌冠廷 建照在這裡啊 而且呢 合犯的是誰 是林佳龍啦 哇 這一題基本上又怕死了 最後一題是什麼 有關於四三三之一 四三三之一啊 之六 之六 對 四三三之六 之六 然後呢 你只要告訴大家 林靜福跟你是什麼關係 我說那有這個好啊 全台灣現在營運總部 最夯的是什麼 台中市殺戮區成功東階 九十三次二號 那兩樓什麼都有 嚴家的事業版圖啊 通通都登記在這裡面嘛 好 林靜福 我說這個後話多麼盡心盡力呢 一百零三年佔佑的綠美化這塊地 一百零八年八月六號申請標諸 一百零九年呢 國產署呢 基本上就開始開標 然後呢一百一十年呢 一月四號陳立林得標 請各位想想看啊 就是說為什麼一般人不會去投標 可能之前很多節目沒有報林靜福之前啊 不知道他是誰 可是呢 中二選區的選民啊 多半都知道他跟嚴家的關係跟親標 嚴寬人的關係是什麼嘛 第二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呢 這一塊呢 所謂的國有地 一般人去標他幹嘛 使用價值極低嘛 你標下來之後 你是佔用嚴家的車道跟呢 所謂的小國力 別人呢 基本上呢 是呢 這個富力堂皇的這個林印大道 你把標下來使用價值極低嘛 所以當然沒有人呢 會去投這個標 因為呢 這是嚴家的地產 而且呢 之前的所有人呢 是呢 這個林靜福 最好我所說的地方是啊 台中市政府現在的作為非常有趣 就是拖字絕 簡單來講 官樣文章 官樣說法非常多 拖什麼呢 希望能夠拖到一月九號之後 因為呢 如果 現在真的有那個空間 可以拖到一月九號 我跟你講 我們不要這個期待會有拆遷的 這個大動作啦 OK 只要台中市政府進去會堪 直接認定 漲高漲胖是事實 類似頂樓家蓋 四九零的這個呢 豪宅啊 或是地轎車道 通通都是違建 那不是直接打臉顏寬恒嗎 直接驗證啊 基本上不論是林竹英啊 卓冠婷啊 管碧林委員 這些呢 所有扮演柯南精神的查證 是真的 所以呢 現在台中市政府啊 第七啦 就開始說官樣文章 啊我們會會同區公所 科長就出來擋子彈 然後顏寬恒就開始鬼打牆 跟他講什麼 哎呀 這個呢 周永鴻啊 還有林佳龍市長啊 跟周永鴻無關啊 因為那時候是民政局局長啊 周永鴻那時候啊 跟林佳龍啊 跟卓冠婷啊 你們這些前市府官員 行政態度 這個就是模糊焦點 化錯重點 但是啊 這些東西 我覺得比公保地發酵的還快啊 因為這是啊 年輕人跟許多買房者的 相對剝奪感啊 打草米粉 可能有些帶第二鄉親人說 你讓我沒辦法吃到茄草的 但是啊 打房 或是呢 你強占土地 或是呢 老是有這麼多房產的話 結論很簡單 中二之土莫非言家 就這麼 道理 非常明顯 你剛剛講拖自覺啊 然後我們現場 不就有臺中市議員嗎 你董事我們臺中市議員 都是索加嗎 他們不會監督嗎 來永鴻 我跟你說 如果是台中市政府董事議員 是索加的 他們還在拖 情侯拖 我其實講到這個八一七的 這個招待所違建 我那時候就有講 我說我說 他那時候為什麼要開始去動 挖那個六個洞 鑽一下 還上車表演一下 因為要總質詢 現在總質詢已經結束了 總質詢結束了 所以你們真的拿到他們眉皮條了 所以我就跟你說 他那時候這樣 脫過總質詢 他就不會動了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我其實二十天前就講 然後我覺得 固然你是臺南人 臺南有個鹽分地帶 對不對 現在我們最近也很多人說 我們臺中有鹽分地帶 只是那個鹽不是鹽 鹽分地帶 鹽分地帶 因為都是他們家的家 我覺得他講這個 我坦白講 其實事實越變越明 但這種事情是不用變的 這種事情是拿出來就好 剛剛宇嫂講的 你跟這個人到底有沒有離婚 結婚證書還在這裡 你跟這個人到底有沒有 他有沒有欠你錢 有啊 借據在這裡 你這個地方是不是違建 我有建造啊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們沒有拿出來 事實上跟817一樣 他一開始的回應都很強硬 後來就好吧 那就猜吧 現在是他第一天講說 他要 他希望 這個卓冠廷把換吞回去 對不對 第二天好像就不用吞回去了 他開始比較吞吞吐吐 到現在開始說 這個如果有違建 那是林佳龍市府 你那時候拜託一下好不好 如果說建造 爆發的時候是林佳龍 你再來講 而且我要去講清楚 到底是誰的責任 第一個 國有土地的成租 是一件事 他租這個地是一件事 第二個這塊地租到了 上面可不可以蓋什麼東西 這是另一件事 國有土地的成租 這個權責叫做國有財產署 每個人都可以去租 當然這個樣態不一樣 但你租到這塊地 誰要決定要不要給你建造 誰要認定是不是違建 台中市政府 所以你現在也不要講 我覺得台中市政府 你也不要再推卸責任 他們現在在推 我看那個 那個都發局都說叫公所去查 公所說我們查了之後 會把資料再送給市政府來認定 那最後主要局長講說 因為沒有人檢舉 我告訴你 他只要一直說沒有人檢舉 這個事情就這樣 就沒有人檢舉 我不能聽個電視講 我就去跑去查一個 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 他就用這樣拖過去 所以我講 這個國有地的成租是合法成租 但是上面目前看起來了疑似 疑似 疑似這個 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秀過 這個大門跟這個車道 目前看起來疑似就是這個國有土地 對 那根據這個臺中市政府的這個臺中市的自治條例 這都市計畫法裡面第三十五條講得很清楚 你這種國有國有土地 尤其他是保護區 你上面只能做什麼 除非你是有軍事國防的需要 不然你只能做什麼 你只能做水土保持 做綠美化 這就是為什麼他第一天 這為什麼他第一天講說 他們可能是施工的人 誤解了綠設施的意思 綠設施 因為他那個看起來是邊坡 你做水土保持可以 你做綠美化可以 你要做太能 太陽能面板 也可以 綠電設施也可以 但不是 他是 這已經是建物了吧 我看到一個案例 我覺得如果真的 我們可以套用這一條罪名的話 嚴寬很不得了 不是他就是他太太 有什麼問題 我爬到這個新聞 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七七行管 七七行管 他的下場是什麼 那個七七行管 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前苗栗縣長劉正宏的弟弟 劉正石 他因為挖地窖設置地下的貨櫃 被怎麼樣 被關了 被關一年兩個月定驗 然後他入獄之後 高院又跟一審 把他非法佔有國有地山坡地的部分 又判刑十個月 後來合併執行是一年九個月 他這個新聞出來是說他已經獲得假釋了 所以有沒有可能 你剛剛在講的那個門 警衛體 我跟各位報告 你如果佔用國有土地 是依據我們的刑法第三百二十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竊取他人之洞產者 為竊到罪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換句話說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檢察官要辦不辦 當然大部分檢察官 因為第一個這個這個所屬機關 比如說國產署 他不會為這件事情去舉發去告發 因為其實佔用的狀況很多 他現在成租是叫做合法 沒有錯 那根據管閉林委員 所找出來這個建造 他的建造號碼是101府 壽都漸漸置地01308號 是民國一百零二年給他的 這個有趣了 當初為什麼我們 不是都講說他變胖又變高嗎 本來只有這樣子 給他建造是四層樓 後來變高了 變六層樓 變胖了是什麼 變寬了 旁邊圍牆也有了 道路也有了 小國林也有了 那我在想當初在蓋的時候就佔用 你沒有佔用 佔用沒有去申請說 我要佔用 佔用是被發現 他們所以國產署說 我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他已經有建物 這個是佔用 有趣的來了 為什麼那時候佔用的是林先生 後來去租的是陳小姐 國產署我講一句關鍵字 但我覺得他要查一下 我覺得這也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佔用 你要去追繳補償金 但是你如果沒有清償補償金的話 你基本上你就不能來飆租 所以今天我們的這位 這個匡恆兄的老婆 陳小姐 他成為這個承租的人 所以要追補償金 不是跟他追 佔用的是林先生 所以這個國產署要追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說補償金 我們也有付 這句話就怪怪 如果佔用不是你們佔用 為什麼你們要付補償金 佔用是誰 林叉叉 林圈圈 那這個林圈圈 其實大家都知道 林靜甫 如果是你佔用的 你怎麼可以挑人家語弊 不要去洩漏他的機密 是是是 這個如果 這不是如果 之前佔用就是他 佔用者 那補償金是這個佔用者要付 成租的人跟補償金是兩件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哇 那更誇張 你連這個補償金都要省 所以你才換一個人來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第二個事情要講 第三個就是我覺得 選舉到現在他一定會 他就說你們都抹黑我 我們中俄選區 我們開口 他們怎麼樣 很辛苦 我剛回到那句話 不要讓 我覺得要嘛就說清楚 否則我覺得真的是 不要再來選舉 否則會讓人家 就我剛剛講說 臺南有緣分地帶 人家說我們現在台中 有緣分地帶 說實在對於中俄選區的選民 也很不公平 每次我們越挖掘下去 會發現什麼事情 他們的解釋 他們的說明 破綻百出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會 那曾薇你從中俄這邊來的 我請教你的部分是說 否則請教一下 這會不會是只有我們北部一頭熱 政論節目一頭熱 在地方的話 他們會討論這些事情嗎 還是說討論的當事情又一張 又一樁的爆料出來之後 鄉親們的感受是什麼 那個從其實從公保地 屋日那一塊 那個南屯那一塊公保地那一塊 其實那時候 因為選屋事情還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我蠻常去那邊繞一繞看一看的 然後每次去到那邊的時候 其實周遭都蠻多 鄉親會在那邊看得到 然後騎過去就會這樣看一下 或者是說附近的鄰居 你就會常常看到 如果今天那邊有記者在拍的時候 附近鄰居就會兩三成群 然後在那邊聊天之類的 現在在基層的狀況就是 他們的支持者以往都是很大聲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就是在這邊 我們支持炎家就是最驕傲的 最霸氣的那種感覺 可是現在慢慢的 他們的支持者慢慢的噤聲了 開始講不出話了 因為他們覺得當初 他們一直在支持的這一個人 原來比他們想像中的 還要有權力 比他們想像中還要厲害 比他們想像中還要有錢 那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今天嚴寬恆 今天願意在上 如果媒體都已經邀請他來上節目 然後來針對他所有的 不管是碼頭的事情 公保地的事情 或是現在這一個豪宅的事情 請他來節目上面 他都不願意上來為自己辯護的話 那我覺得現在很流行一個東西 現在網路上YouTuber 他們很喜歡去拍豪宅 對 開箱系列 那現在是最好的機會了 現在絕對是最好的機會 YouTuber現在 我現在跟全台灣YouTuber講說 如果現在要拍豪宅 最厲害的一棟就是這一棟了 趕快 我記得有一個叫Joman的有沒有 他去開箱過什麼 郭董的家 對 郭董的家都開箱過了 對 我們這個嚴世莊園是不是有機會 對 如果嚴寬恨性要澄清這棟豪宅 絕對合法 那就是用YouTuber的方式 那給大家看清楚 那他要帶兩尺去 去倡量一下 對 給大家看清楚 來 議員我請教 因為其實跟郭董議員 我覺得我們遇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台中市政府是不是結婢 那可是真的因為議會總質詢結束了 你就會拿他眉皮條嗎 而且我覺得其實我們也在幫忙現策 開箱是一件事情 搞不好其實我覺得台中市政府 他們去丈量完 確認說那個冠廷你可能搞錯了 那個漲高的部分 事實不是那樣 你也可以做一個相關的釐清 那個朱立倫不是有交代嗎 盧市長你要給他倒三天 你倒三天 如果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積查之後 我丈量之後 我確定說這沒問題 我是政府可以掛保證 不是一種幫忙解套嗎 他們要倒三天的方式 就把他拖過 就是拖過了一月九號 這一些爭議就變得沒有問題 因為怎麼幫嚴家解釋呢 這越解釋越麻煩 人家只會覺得說 這個嚴家說是土地的主人 這個土地的主人好貪心 不是自己的土地而已 還要去占用國有地 而且占用的這個國有地 是保護區的地 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他家的豪宅的門廳 幫他做警衛 有這麼貪心嗎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剛剛大家講的 嚴家的豪宅 在殺入了這個豪宅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蓋房子 一定要指定建築線 對不對 一定要指定建築線 他們家這塊的地在這裡 他的建築線 不可能指定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是433-6的保護區 所以這不是路 這不是路 所以你不可能從這邊進出 所以他當時在蓋他的建築線 我覺得理所當然應該因為他這裡有一條路 他應該是為這裡建築 可是為什麼他這邊可以讓他租 還剛剛永恆還在休息的時候還講說 他這邊可能是為了邊坡 然後可能讓他們做這個施工的便道 2013年說我要做邊坡綠美化 可是他做什麼 全部都是為了他們這一塊工地在做在做便道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對的 你怎麼可以讓我們的國有財產局的國有地變成私人工地的出入口 我覺得沒有道理 不過現在立委來開桌了 立委來開桌了 你沒開給他 當市長的時候沒有嚴格去查違建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你知道嗎 你去偷了人家的東西之後 當下沒有被抓到 後來被抓到的時候說 你當時誰叫你 他這麼不認真 沒把我抓到 我覺得這個做菜的人 怎麼會這麼拗慢 當小偷被抓到一點羞恥心都沒有 還怪人家為什麼在當下沒有抓到你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非常的無恥 嚴寬恆你們家不管八一七 不管這個殺戮的豪宅 都被查出來有違建 甚至有占用國有財產局的地 你們一點都不知道羞恥 還出來這個證證有詞 說都是別人的錯 都是這個卓冠田 你應該要去查清楚 都是林家榮 當時在郭市長的時候沒有查到我 我實在不曉得 他們怎麼可以這麼敢 重點是他們家不是沒資產的 他們家土地是很多的 你土地多到這麼多 你們家也不是沒房子大 你是怎麼可以去遷用別人的土地 然後做你們家的房子 然後你還不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現在盧秀燕怎麼幫他 盧秀燕唯一幫他的方式 就是把時間拖長 不要讓他們家的地 攤在這個陽光底下 因為攤在陽光底下 他絕對講不清楚說明白啊 只是讓他的這個選情 雪上加算 所以我不相信 如果這個盧秀燕真的幫助他 讓他幫他出來講清楚說明白之後 我告訴你盧秀燕剛好包一包回家不用選了 所以我覺得他不會不會去幫他 我覺得他能夠 如朱立倫所說的 他們盧秀燕 沒有新聞就好啊 現在幫助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這一件事情往後拖 一直拖 拖到選舉之後 所以剛剛大家講的這個網紅啊 如果真的要去開箱 如果要去做一日遊 最好就是八一七公保地一日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行程 就是殺戮豪宅 再來就是再去看一看一零五號碼頭 再來就是拿一條線 去把清泉剛那個基地有沒有 產業園區那個基地把它圍起來 看那個變更土地有多處 大家人家的變更土地都要方方正正 唯一他們家的變更方式 就像一根鑰匙的那個蓋子有沒有 一直蓋一直蓋 不知道說那個產業園區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所以盧秀燕 我覺得我不知道他怎麼幫他 可是我覺得盧秀燕 這件事情不處理清楚 明年他要連任 會是他一個非常大被爭議的點 靖平你喜不喜歡打高爾夫球 會不會打 不會打 你可以不喜歡打 我們在座有人會會打的嗎 高爾夫球會打 你會在家門口弄一個這個小果� 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四三三之六 這樣切過來 其實那個國嶺有占到一個部分 這邊又是車道 前面又有警衛又大門的部分 他就是跟保護區的國有地是有關係的 那進一步看了 另外一個照片比較清楚 就是這個國嶺長這個樣子 你看他的房子 可以起到這麼窮 就是說我前面呢 我家要有這個親疏遠近 比較遠的呢 你就去招待所 你們要唱歌要幹嘛 要泡茶都可以 那前面呢 你要推桿 因為他那個可能沒有辦法開球回桿 要推桿也可以在那邊玩那個小國嶺 我請教的是說 你去想想看啦 國有地 違規占用 那現在的這個狀態裡面呢 又是又看大家看到那個奢華的那一面 現在真的用拖自決 比方說市府啊 怎麼拖自決 你覺得拖拖得過這一場選戰嗎 時間選舉剩下不到半個月了 所以我看最重要的是 是不是選舉之後再繼續追 選舉之後再繼續追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很絕望 我們說坦白的 我們覺得市政府應該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 然後如果有違法有什麼 你是不是要處理 但是你現在說 一月九號選舉完之後 再來看看追到什麼程度 不是啊 我說選舉如果正因為剩下十五十六天 肯定 我覺得肯定來不及 如果照幾位來賓 剛剛還有議員 當地的議員跟北市議員都這樣講 我覺得恐怕時間 算一下嘛 還有兩個週末 對不對 還有元旦的廉價 這 敬平我請教 你覺得你是屬於臉皮厚還是臉皮薄的 我覺得我跟簡蘇培議員一樣 剛剛講的做什麼事情 我還是那句話 不以善小而不為 不以惡小而為之 我們做任何事情 公眾人物 大家都會用放大鏡去檢視你 對啊 所以你現在看回過頭來看 顏家恩 我們其實你在我們同臺 討論過非常多的爭議 這些爭議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只有他們家最清楚 所以我蠻贊宏 我是說這些爭議 他們家清楚沒有錯 可是你就 所以我蠻贊同曾薇剛剛講的 我蠻贊同曾薇說的 要不要開箱 自己開箱 自己開箱 或是找網紅一起開箱 找你就好 你幫他直播啦 你幫他弄一個節目來開箱好不好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願意開箱 如果願意開箱 OK啊 看看那個果嶺 像你剛剛講的果嶺有多大 然後裡面的那個咖啡座 是不是在那個藍線的範圍內 我也很想看看 那所以如果他們競選團隊 就是嚴寬人陣營 他們比較清楚這個概況的話 因為空站的確是他們最弱的項目 那如果願意的話 從這個開箱去了解他們家 八一七 比如說八一七的這個 違建拆到什麼程度 自從敲下第一磚之後 那個圍牆和那個洞 六個洞是不是沒有了 然後組建屋 他說屋頂已經都拆掉了 不可能復原了 那讓大家看一看 可以自己那個 我覺得你要化解危機的話 就是把你面對的燙手山芋拿出來 然後給大家看一看 不是說匹匐幾人 而是說你直接去面對他 然後拆到哪裡 違建這是八一七的部分 藍屯段那個地方 那現在冒出來這個殺戮的 那大家會很好奇 那乾脆把他的從大門進去 到剛剛講的國嶺 到咖啡座那個地方 然後到後面大概有多大 是三百五十瓶 還是真的有超過一千瓶 一千兩百瓶等等 然後國有地的範圍在哪裡 國有地的那個界限是在哪裡 有沒有違反國獨計畫法 還有包括區域計畫法 和都市計畫法 還有什麼建築法等等 一次的這樣子會很清楚 那如果說 你要他們委託發言人也好 或是任何人去幫他去做辯護 以剛剛永宏議員跟曾薇 和這個 還有包括朗東 和我們蘇培議員 還有甚至宇少老師 提出來了 我覺得非嚴家的當事人 你很難去檢視一筆一筆 怎麼講啊 第一號哪裡啊 四三三之六啊 現在佔用到 很難去講得清楚 可是不是說你們黨中央有希望很難去講得清楚 希望說比方這個空戰的部分 就是說黨籍的這個民代都能夠幫忙說一些話 那既然要幫忙說話 是不是要互通有無一些相關的資料 不然你要怎麼幫他 資料在哪裡 我就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 我正想問資料在哪裡 因為就像他們講了 四兩波千斤的說一切合法 全部都是成豬 然後點點點點一個烏鴉飛過去 然後他做壞事推給說什麼卓冠廷林家榮 你們那時候在執政的時候 我覺得去講這些中間選民 或是一般民眾去挑戰大家 因為他們的地號一查出來 不是他們的土地幾筆 那個很明顯 大家其實之前查那個公職人 只要擔任過公職人員財產生報有幾筆 都很清楚 除了建物那個不能算 有些是分割的 只要土地有幾筆 那個人會很清楚 那所以他們去講這個什麼 林家榮時代也好 胡志強時代也好 回不來啦 真的是把曬回不來 所以我覺得當事人自己要有那種體驗 就是心裡要知道 你在選舉的時候會碰到解釋 一定有 如果選舉拖過了還是這樣 那你下次選舉碰到又是一對麻煩 所以我覺得長痛不如短痛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該差還是說哪邊有承租 因為他不是有做什麼 他一年承租 總共二十年二十期 一年租金是一萬六千 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元 然後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不是有講說 那個是的確是按照當地的一個公告地價訂租金 如果有更改就會調整 我相信 因為那邊可能以前荒英漫草 沒有荒英漫草之前 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 所以後來他們把他可能 把他租下來了 改成做這個高爾夫球場 小國領去練習推 揮桿之類的 但是到底這樣有沒有違反 他們原來承租的 因為我看我有注意到中區分署 國產署有講說 不得違背的什麼什麼的等等 剛剛講的一些法令 也不得挑戰原來的租給他的這個單位 他用那樣的一個方式去違背法令規定 所以我覺得最誠實的方式就是 乾脆就讓大家檢驗 否則你在那邊隔空 打來打去 講來講去 還是沒有辦法釐清大家的這個疑點 所以我覺得 嚴家在這方面必須有一些 比如說你要講清楚 你要開記者會 或者是你要告訴大家 或像剛剛你講的 如果說要黨籍的名代 或是大家去幫他講話的話 起碼有些東西 你要非常的透明公開 來寬恆阿公 其實敬平是在召喚說 你如果真的有資料 你有憑有據你拿來 他其實上節目比較好幫你說話 嚴家違障建物蓋在公保地上 從大門看來 整面水泥牆差不多拆除完畢 側面牆拆了部分 遇到假日進度還要先緩緩 繞著側門這一棟 專造平方外觀完好如初 但問題是幾乎一半都蓋在國有地上 國產署已經下最後偷疊 年底要把地上物移為體力 目前都還沒有拆除 那另外兩個人的使用補償金 是已經有多久 那這個嚴先生他這邊還沒有繳 國產署中區分組指出 嚴家站兩塊地 第一部分位於永春東三路 實際比對是面對大門左邊的圍牆跟花府 另一部分長方形面積 橫跨兩塊國有地 轉回現場 在側門是專造一層樓建物 跟出入車道 這個站的時間我們沒有很明確的知道 12月2號去看的時候發現他有佔用 那我們就往前追求 我們的使用獎金 從過網接警圖發現 2015年嚴家範圍旁 其他人掀蓋工廠 2018年嚴家已經完工 直到今年12月得到國產署證實佔用 布置房子還包含銅架庭院跟車道 按照相關合法程序進行當中 所有像這個國有地的承租一切合法 那需繳還的補償金也都會繳還 816-1跟816-4 兩塊國有地一共三名 佔用者國產署說 嚴仁賢需要繳15萬6648元 履姓跟莊姓佔用者已經繳清 反觀嚴仁賢尚未繳納 也還沒申請標租 好 選舉在即嚴家爆發 全國有地占用爭議 嚴寬恆發聲明說 公保地建物並非他所有 表示他定以上半日將會繳清15萬 並申請標租 按照法規如果能最後期限前 跑完成去 接下來就得看國產署提出 這塊地是否有可能讓嚴家順利承租 來決定市民財產署 那個我請教蘇培 我們看 儲姻委員 他在追 他除了說 Follow這個卓冠婷 講到說他去追出來 是跟林靜甫有關 在講這個嚴世莊圓的 那個部分之外 他去問國有財產署 問出了一個東西就是八一七 原來還有續集 我們來看這續集是什麼呢 根據國產署的資料 嚴家鎮商樂園後門 佔用了風速段 八一六跟八一六之四的地號 總共是一百三十四平方公尺的土地 然後呢 這個儲姻 應該是有點火大了 他說土地的主人 你不是土皇帝 可是嚴寬恆說什麼 又被點出這一個部分 如果我們先看這個博民 來 他這裡是他們八一七招待所的後門 那後門旁邊有一塊 上面寫著公園使用須知 你們家怎麼可能會出現公園的使用須知 表示說這是應該是公園才對 所以後續這個要不要猜一猜呢 這是一個問題 嚴寬恆說什麼 毫無所惜 無從回應 會不會太賴皮了 因為土地的主人土地多到大他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這一塊地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當時我們大家在討論 八一七公保地的占用問題的時候 之前我記得有 有這個來賓曾經就有講過說 這個有土地占用的問題 後來他說沒有啊 這塊塊都我們的啊 只是他是公保地 我們沒有占用到這個土地 公有的土地 後來林楚英委員就查嘛 因為他要查四三三跟四三三之六 就連八一六之一跟八一六之四就一起查 然後這個是占用 這就是國有土地 國有署去查的 查到的就是八一六之一 有一百三十坪是鹽圈弦占用的 占用來做什麼 專照平房 棚架 庭院及出入口通道 還有四平方米 也是做圍籬內的棚架 所以你才會看到為什麼公園的標示 會在鹽家的房子裡面 就是他把他圍起來了嘛 所以你鹽家你還好意思去講說 因為我這八一七的地啊 都是我自己的 是政府沒給我徵收 不然你來給我鎮收啊 你跟他占用的 怎麼說 這個這個儲應委員提供了一個空灶圖 更清楚 這個紅色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整個鹽家 在南屯的這個豪宅 紅色這個區塊就是他占用國有財產局土地的八一六之一 然後另外你看小小塊這個綠色的啦 這有四平這也會占用啦 就是這個部分啦 也把它占用進去啊 所以剛剛看到的那個標示牌就在這裡面 它就是公園 所以鹽寬恆跟鹽家你們繼續用賴皮的方式說 我們土地多到我不曉得啦 哪裡有佔用我不知道啦 你給我講清楚說明白嗎 拿不出證據 我告訴你這就是證據 那怎麼辦呢 繼續拖嗎 繼續拖嗎 就像剛剛永鴻講的啊 現在台中市議會已經休會了 預算已經審完了 議員可能要質詢 直接對市長質詢已經沒有機會了 然後再藉由行政程序我文發出去七天 你文再回來七天 都要算計算了 就這樣就沒事了嗎 我覺得台中市市民可以接受嗎 所以台中市市民 如果你們繼續 繼續屯倫這種人 更多的土地占用 更多的這個公有地的被占用 其實在鹽家就會繼續發生 這麼多的資料已經清楚 明白的揭露在大家的眼前 土地的主人 應該是保護所有台灣的人民 土地的主人 不是去占用更多的公有地 讓自己變成土霸王 所以我覺得台中中二選區 藉由這一次 也許過去你們真的會覺得 極其言寬恒 極其言家是你的榮耀 現在你又敢說出來嗎 你極其一個土霸王 還占你的土地嗎 這是我們台灣人民 每一個人的財產 可以這樣被占用嗎 你可以接受嗎 有時候土霸王 顯然有一群人也是借視 胡家胡威 朗東我請教 我們來看 這是八十幾歲老先生的眼淚 他是這個叫做蔡江茂 他們遇到什麼狀況呢 我們這兩天有報導 他原本是希望去請他們幫我們協調說 我們有一塊地 可是因為這個買主方面 他沒有過戶 所以後來土地被徵收 我們就收不回那些錢 價值大概是八千多萬左右 可是現在除了說他們這個蔡先生 還有他們兄弟原本應該是有八千多萬的這個徵收款 兩頭空之外 他還講說 更惡一個是誰 從頭到尾那個八千多萬 就是說我土地被徵收了 可是這竟然被這樣偷天換日 還有一件事情我其實已經是失去了這麼多 來他們也希望說 那我可不可以要回土地資料的正本 又被敲竹槓說 你如果要到的花錢來 花二十八萬來 不然的話 你是輸不回的 來 朗東 那事情比較複雜 那簡單來講 就是這個蔡家在過去一九四六年這個時候 這蔡小先生的父親 那個時候就有跟親戚之間有這個土地上面的這個買賣 那買了地之後的話錢付了 可是土地沒有過戶 因為接下來的話 就中華民國就來了 反正就是那個年代的時候 很多一些地契跟文件 包含所有的法律的契約 整理的不是很好 但雙方都知道是說 這個地確實已經買了 只是說還沒去做登記 那對方也是蔡家的人 就一直說什麼 因為他這些印章 沒準備好 然後或者是說 那個當初買的已經過世身亡了 所以還在等繼承的 你就找了一些理由 一直遲遲沒有過戶 沒有過戶 一直拖到這塊地 一直等到是說 那時候中二高要去蓋了這個時候的話 會有土地要徵收這問題 也有徵收的補償費 去給這個土地的這個所有人 所以那時候蔡家就想要說 把這個土地補償金拿回來 或是把土地徹底做過戶 那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問題的時候 他們剛好就認識了嚴親鏢 他們這些家族 他的親戚跟嚴親鏢 好像是有一些親屬上面的關係 所以就沒想到說 親戚拿藥單 請他來買 其實他在找嚴親鏢之前 就先被騙過一輪 先去找了這個戴書 就會被戴書吞了五十萬 然後最後戴書的兒子說 只剩下三千塊 那結果就 那你剛剛講的那個二十八萬 是說他們有一些法律上面的文件 跟委託書交出去 正本交出去 對方就不還他 然後這個嚴親通跟這個林清池 林清池就是那時候台中市議長 嚴親鏢的秘書 就是嚴家的人 嚴家的人就吞了 台中縣議會議長 那時候是縣 縣議會的議長 那個這個林清池 林清池跟嚴親鏢的兄弟 這個嚴親通 就就把了這個錢二十八萬拿走 這二十八萬對他講 現在是小錢 因為後面還更大錢 這整塊地總共十一甲 非常大 十一甲的這個地 然後結果因為的話 交給嚴家去委託去處理 其中還有幾塊賭地的話 登記之後 登記回了這個嚴家的名下 那嚴家面對這樣的一個質疑的時候 他的說法還是跟過去一樣 說這個都法院都有判決 然後過去都有結果 還幹嘛 但是你會發現是說 其實整個嚴家他做的事情 都是一模一樣 你以為是說他在伸張正義 但是你為什麼要找他伸張正義 因為你絕對是說 你不信任法律 所以說你沒辦法 無路可去只好找他 找他的這個結果更慘 你完全無法獲得公正的一個結果 包含之前的一個停車場的爭議 然後也是被他們喬一喬之後 還有大甲真男工 找他們出來喬事情 結果他們所謂的公卿 最後就變世主 不只是世主 最後變地主 這一連串的過程中你會發現 剛剛蘇北議員這樣講得很好 你說你紅車 車不小心停到紅線 你知道要繳罰款嗎 如果你是姓嚴的話 不用繳罰款 那個就變你私人的停車位 壞壞就變成你的停車格 一住就住二十年 而且一個月租金 可能才幾十塊錢而已 這個就是嚴家 他這幾年的所作所為 所以我最後來補充一下 國有財產署 真的要馬上硬起來 為什麼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案子 到今年的十二月二號 才發現這個八一七的公保地 兒童樂園這塊地 南屯這塊地 裡面嚴仁賢 就是嚴寬恆的這個二地 他這個有專房 棚架 庭園 出入的這個通道 他百分百是占用了 八一六支一跟八一六支 是這兩塊的國有地 又是切佔國有地 所以從他過去 這個二十幾年前面 就是公卿當事主 去占據別人的這些土地 一直到他現在 直接去占據國有地 一樣的手法 一樣的這個二子 所以我是希望說這場選舉 他真的 你現在嚴寬他要跳出來 說什麼 他是什麼民主之強 如果他落選的話 民主就淪陷 你這個民主之強就蓋在違建地上 這個牆就是違建 把你這個高牆所推倒 才是實現民主最正義的一個道路 我想不出來他可以講說 他是民主之強 他的競選歌曲還唱什麼 在我家的土地有什麼不公不義 這真的反差會非常的大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